為何要做到的程序? 那當然田園城市其實內容不包括只是社群人褲 譬如說有食物森林 然後也有比較大面積的這種毒素農耕 然後各式非常多它其實 在城市裡面要推動農耕的這個事情 可以做的事情非常多 社群人褲是其中的一個面向 不過其實議題其實很多是相同的 不過我今天會把重點放在社群人褲的這個政策 我大概會從這六個面向來談 包括市府內部的組織架構 跨部門的這種合作 然後透過什麼樣的媒合機制 比如說工部門怎麼跟民間團體 來跟社群人褲做 社群本身也是一個扮演非常重要的一個角色 另外還有一些專業上的資源 跟比較整體性的這種政策會 那我就有這個 從這六個面向來談 然後就希望說可以回應各個局所的一些 想知道的一些事情 我可能那個學校這部分可能會著夢比較少 不過剛才其實建型也幫我很多忙 已經有做一些介紹 那我等一下會回到這張圖 這張圖其實非常的重要 就是說我們怎麼來看民間團體跟市政府的單位 怎麼來合作 那它所形成 它其實 西亞圖其實給我們的一個起勢 就是說它其實我們要建構其實是一個網絡 那這個網絡裡面有民間的角色 有市政府的各個局處的角色 然後也有專業團隊的角色 甚至它這個角色有時候是重疊的 然後有時候要去搭配 然後也所有事情 沒辦法透過市政府的局處 就可以把它全部做好 那因為最後菜還是要均勻它自己去種 你不可能去幫它種 所以然後 然後就是說 你要怎麼去幫 就是把這個技術給搭好 把這個環境給做出來 讓這個民間團體可以進場 然後不同的局處可以在平台上去做 這個網絡其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關鍵 那我等一下再回到這一點 那稍微提一下 講一下那個歷史 剛才處長講說 社群府 都說我們在西亞圖 其實有大概 至少最近這部有40年的歷史 那其實更早之前 我們也找到相關的案例 比如說在美國這個大校條的時代 就1923年代的時候 那時候有這個糧食供應的問題 那當時這個主管單位 甚至把這個機場給釋放出來 以前機場是沒有鋪那個 一鋪面 所以 所以他們可以這樣做 現在要做可能有點困難 然後他們就把機場給釋放出來 讓民眾來更做 然後甚至是到那個二次大戰的這個時候 也是另外一波這個糧食供應的這個問題 然後怎麼去 然後整個全民要動起來 因為戰爭的關係 然後要所有的這個 所有的事情都要跟生產 要搭上關係 所以那個學校的這個 原本的這個 學校用地 校園 也被拿來做這個仲裁的使用 不過就是比較可惜說 這個之前這幾波 機場 然後學校等等 它其實是比較跟世界有關 就隨著這個事件的這個條件 消失之後 比如說 大家經濟又開始復甦 然後戰後的重建等等 那個 都市土地作為統根的這個使用 就開始就往下坡 一直到大概1970年代的時候 那時候也是有一個事件 就是石油危機 那石油危機造成這個物價這個上漲 菜價也上漲 因為這個運出成本能夠增加 那當時就 這是西亞圖的第一個 社區委員會的案例 是在原本的一處農場 那這個農場 其實它已經 廢根了一段事情 所以就扣在那邊 那當時是 有幾位我們華盛大學的學生 那他們覺得說 就說在這種世界危機的時候 我一直自向 那我們應該來做一些事情 那 比如城市也可以生產糧食 這個事情 那他們就開始去種 取得這個地主的同意 那後來 社區區民也覺得說 這個是一個非常容易的事情 然後 種了之後他們自己可以收成 我們自己可以吃到他們自己的 種出來的食物 所以後來就有點這樣 發不可收拾 然後就變成是一個 一個民間的一個運動 然後 然後 後來 就甚至跟這個 斯仁甫去 游水 然後由斯仁甫把這個地給拿下來 讓它變成是一個 永久性的 這個就是一個 這個使用 那從那個時候開始 就1974年開始 一開始是使用 十個地點 那除了那個Picato 那個Farm Picato Garden之外 其他還有不同的地點 山落在這個西亞圖市的角度 然後 然後 不過其實 一開始的時候 它整個 推展其實是 速度不是非常快 畢竟它 就是說這方面的經驗 它就是很夠 那 然後 觀念上也是有需要去 這個突破的地方 好 然後 一直到這個 2000年的時候開始 數目就開始增加了 如果這個觀念上突破之後 越來越多的市民 對種災的這個事情感到興趣 然後 市政府也發展出一套 比較完整的這個機制 來 這個 服務股眾的這個需求 那我們等一下 再 再 更細的來看說 這個過程 到底是什麼 不過 目前來講 在今年 大概也有90處的原埔 所以 大概40年的這個時間 從事數上到90處 然後 裡面還有一些是跟 預作工債的單位 公債的單位 公債的單位合作 然後 利用 公務住宅 它 日本的這個 土地 來耕作 因為公務住宅在美國 基本上是 服務這種低收入的主權 然後 所以它這些 那個 社區栽培計畫裡面的 這個原本 它所種出來的東西 是可以拿來做 那 這是幾個 比較早期的案例 這個是 就是 早期的案例 其實比較刻苦一點 利用這種 剩餘的這種閒置的東西 比如說 這個 高壓電塔 底下的這個 這個 這個空地 然後 還有的是 這個其實原本 是一個 那個 垃圾掩埋場 它是 菜園是在 垃圾掩埋場上面 不過它 已經有 蓋起來 所以它的安全 上市也有問題 然後 甚至是 它這個是 垃圾掩埋場 然後 後來變成高速球場 屬於 我們的公園局 所管理 它用旁邊的這塊地 來做一個採訪 然後 甚至還有這種 在高速公園旁邊 剩餘的這個土地 因為它坡路太多 沒辦法做開放 那就讓社區來認養 變成一個 社區人 一直到 大概 九零年代末期 大概兩千年開始的時候 才有這種 比較正式的 這個社區園埔的出現 比如說 那個時候 這個地點是在 一個以前的海軍基地 那這個基地 後來開地神公園 那 就 公園的其中的一個角落 就有這個社區園埔的 這個 這個設置 從社區園埔變成一個 正式的這個 這個 空間的 那個 變質其實是 真幾年才來的 即使在西亞園埔也是 真幾年才有 所以它其實有一段時間 所以它空間非常有趣 不過你可以 以前那些 那個 機 飛機的一些廠房 都還沒有 然後 它 很多 下入很多菜園裡面 它其實 也應應到不同年齡層的這個需求 所以有大人可以種菜的地方 有小朋友可以種菜的地方 那小朋友種菜的地方 它就會配合一些 戶外教學的空間 所以讓這個 大人可以帶小朋友來 比如說 爸媽媽可以帶小朋友來 那 爸媽媽可以種菜 小女兒有個地方來 所以它變成是 一種親子的一個活動 然後另外就是說 剛才建慶有談到說 公益的這一部分 就是西亞園很多的這個 案例裡面 社區的普遍面 除了各自 來登記 就是說 它分割成那種 比較私人使用的 這個區塊之外 那 很多菜園 他們又特別有 PE區 是大家一輪流來種 那種出來的東西 他們叫做 那個Gilliam Garden 就是 把 到時候會把這些菜 種出來的菜 給捐出去 特別是捐給這種 公益團體 跟食物銀行 等等 然後 所以 很多這個菜 它其實也附帶這種公益性的 這個 使用 那這一部分其實也在回應說 即使在今天 西亞圖的一些居民 或者是 甚至在公公門裡面的 一些單位 他還是認為說 社學股 他是把公共的資源做私有化的 這個 有這樣的一個現象 他覺得 他們覺得不太適合 所以 然後 可是這個公益 這個Gilliam Garden 其實也是回應這部分 他其實說 很多菜 他其實 各家各戶 他去種菜之外 他其實也是在服務一個更大的 社會的公益 那 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就是說 很多來種菜的這些民眾 他其實也是幫你在看顧 這塊土地 特別是公的地 就閒置公的地 如果他把 批審拆空的時候 就不用花 不用花經費 變預算 然後來請人來照顧 所以他其實 是把這種公司的這種界線 模糊化的 一種 空間的認識 那 我就 來 一個面向來 那第一個是 組織架構 在西亞圖負責主管 我們社區園負的機構 叫做 P-PASH Program 那P-PASH 就是 因為我們最早的那個案例 叫做 Picolor Garden 他是P 所以我們就叫 在西亞圖 我們特別為 那個 社區園負取的一個名字 叫做 P-PASH 這跟我們其他城市都沒有 表示 我們非常喜愛 我們的社區園負 那 這個P-PASH Program 它其實是在 西亞圖的 林里局底下的一個單位 所以 它跟台北市目前的推動方式也不一樣 就是說 它不是在公園系統裡面 然後 它主要是在 林里局 林里局主要是以 社區營造 服務社區為主的一個 一個 具處 所以它 也因為這樣的關係 在西亞圖 就從市政府的單位 的觀點來看 推動社區原補 它其實是 比較重視的是 那個 社區營造的這一塊 就是說 種菜當然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它其實 它是在利用種菜的這個過程 來做社區營造 來讓這個 社區的這個能量 讓更多的這個機會 讓社區可以 參與到公共事務上面來 所以社區那個 P-Patch Program 它給它自己的這個 Mission 它給自己設的這個 宗旨 一面 第一項就是 社區營造 然後 就說 孕育這種 民眾參與的這種 這個機制 然後 當然也是 就是說 推廣這種勇氣 種旨技術 然後 環境倫理 當這個 市民的生活 可以跟這種 自然的這個過程 可以連接 在一起 然後 然後 也就是說 讓 不同的社區 可以 它可以 究竟 可以有這種 新鮮的這個食物 可以取得 而且是符合 當地社區的這種 環境 因為西雅圖這個 其實 這個不同族裔 其實非常的 非常的 然後 當然 就是那個 建型有談到說 它其實 也可以 利用這個機會 改善這種社區裡面的 空間 然後 然後發展 就是 也一樣 幫助過 社族學 然後 還有一點就是 它保存這種 世代相傳這些種子 不同這種 花草 蔬菜的種子 然後 最後 又回到第一點 就是社區運造成 它其實是透過 這個 跟作跟烹飪 不只是 種而已 還拿來煮 拿來吃 用這個 當成是一個 社區運造的 有機制 來促進這種 不同世代 不同風華世界的 一個教育 所以它把 它自己的定位 是有這樣的 有觀點來看 那 Peer Patch Program 它的 目前的director 的負責人是 Richard McDonald Richard McDonald 我們在幾年前 有請他來台灣 也講過一次 不過比較可惜 那個時候 還沒有田律城市的政策 所以我們那時候 其實是通過社交中心 然後跟一些 台北市社交團體 有一些交流 然後 以後如果有機會 其實可以請Rich 再來台北一趟 他其實 他會講中文 他以前是 在師大 念中文 然後 認識他老婆 然後 所以他非常喜歡台灣 所以他那時候 我們請他來台灣之後 他其實非常高興 因為他已經有 大概 二十年沒有來台灣 所以下次會有機會 看我請經紀委 哈哈 在幫幫忙 好 那 這是那個時候 我們去那個 UrS 那個中山的那個基地 然後那個 當時的名處長也有在 當時我去參觀那個 也有一個人商 那 好 那就再回來看這個主題架構 這一部分 那 剛才那個處長也有談到說 其實目前 大家看到很多這種 由下而上的這個 可能性 那基本上 在西亞圖 在推動的宣布 也是一個由下而上的過程 對這個過程 那針對這個過程 美國人也很喜歡這個SOP 所以我們有一個這個 P-Pesh 那個Garden的那個SOP 他有一個很蠻細的這個流程 那個姿態小 所以我稍微做一個一個真理 就是說 在西亞圖 基本上 市政府是不會自己去主導 設置社區 他是等社區 自動 自發性的 來跟市政府 來申請 這個時候 有了一個社區的基礎之後 市政府再看 譬如說 他有一些什麼需要去關照的地方 他這個時候 在有這個P-Pesh Program 來做一個這個輔導的這個工作 所以這個整個SOP 都是一個輔導的一個流程 所以一開始 就是說 他可能會提醒社區 你要去做土壤的話 也確定說這個土壤是安全的 然後你在這個所在地 是不是環境敏感的區域 然後你是有哪些使用許可 需要去拿到 因為不同的區塊 使用分區等等 會提到有點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他一開始的輔導的工作 是在這邊 然後接下來 這也是很重要的就是說 有些社區 他可能是大概一兩個人 對這個事情有興趣熱衷 我不知道那個 畢肯那個事務生一剛開始是怎麼樣 不過一剛開始就是說 很多事情其實一剛開始 可能是一兩個人 兩三個人一定要開始 那這個時候 P-Pesh Program 他就會提醒 來申請的區域說 你這樣的能力會不夠 你要需要去動員社區 去組織社區 去找更多的人來 因為這個基尼一個社區員 他所需要的能力 是非常龐大的 即使是小小的快遞 你要去譬如說 去養這個土壤 去做堆肥 去做這個整理 然後有時候 當然現在沒有太風 有時候還是會有些 那種自然氣候的一些 所造成一些破壞 我們也會淹水等等 所以這個時候 要需要有很多志工 來幫忙才可以 那政府是 他可以幫你出一些點子 他沒辦法去提供你 這方面的能力的資料 所以你去招聘買馬 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然後接下來就是做設計 那這也是最近幾年 才比較發展出來的 比較健全的一個機制 就是說 一剛就是 架入一些早期的一些 社區業務 他的主要的目的 就是在種菜 那後來他們發現到 一個問題是說 當你一個社區業務 用來做種菜的時候 其實社區沒有種菜的人 很難進來來使用 就是他也沒有空間 那另外就是說 當你這個社區業務 用來做種菜的時候 其實你就 沒有剩餘的空間來做 譬如說平常可以辦烤肉啊 或說是煮菜等等 這種比較軟性的這種社交 做一個這種活動 那說說在這些圓民呢 我們叫做這個圓埔的 還種菜的人 他就沒有 彼此沒有可以去社交 去互動交流的這樣的一個機會 那他沒有互動之後 其實他 沒有讓人際往後 他其實對這種圓埔的相信力 就反而會掉底 或甚至說他比較 他只關心他種那一塊 他不會去關心 整個圓埔的一個食物 所以他們後來發展的一個 就是就是說 你要在設計上 去考量到這種圓埔的 多元性使用 除了種菜之外 你可能有一區 可能要提供出來 讓大家平常可以 在這邊吃飯啊 然後討論開會 然後你當然也是需要 有些可以放工具的地方 然後 可能要做堆粉的地方 然後你那個 菜園跟社區的界面 你要怎麼去做處理 讓這個菜園的封閉性 不會這麼強 所以他其實是有些 設計上的一些事情 需要去考慮到 所以他們 所以現在的SOP裡面 其實是有這個設計的 一個路線 就是說 你最好可以找一個設計師 幫你出點點子 那可能連辦 完全把圖都給畫好 至少可以做個顧問的 這樣一個角色 至少要開三次會 但你可以開更多次會 也沒有關係 然後 你可以用這種 工作派對的方式 讓這個事情 比較輕鬆一點 另外就是說 然後之後有個P-Patch 這個審議 就是說 P-Patch Program 來看你這個設計 到底有沒有 考慮到一些 不同的一些利率等等 然後 再回來做 做一些比較新的設計 最後再有個 申請的區域 然後之後就是 要把這個菜圓給蓋出來 那蓋出來其實 P-Patch Program 他其實非常鼓勵 就是說 要讓這個 種菜圓的人 社區區域 自己來動手 因為你自己動手 之後所做出來的東西 以後就會對他 會比較有感情 他比較願意去維護他 然後在工作過程 也是一個非常好的 一個社區域照 的過程 當然這個 在工作過程 順便可以交談 然後建立感情 等等 所以剛剛有 團長說有工作 然後 指示動員 工作 在短期之內 需要動到比較多的志工 那這個時候 P-Patch Program 它其實 也有個媒合的一個 一個功能 就是說 它可以幫你找志工 在西亞洲 比如說 很多 那個高中 異業 必須要有 服務學習的這個學分 所以高中生 都批批在想 說 看哪裡可以去 做志工 然後可以拿到學分 然後他 P-Patch Program 很多學生 就找到P-Patch Program 然後 希望他 來做一個媒合的參與 所以很多 高中生 就有機會 來參與 這個工作 然後 然後 當然 就是 過程開幕 還是總參 等等 這個是 P-Patch Program 的一個 設計的 類似像個 實力準則 然後 我就做個簡單的翻譯 那我這個 因為時間關於 我可能沒辦法 就一一的跟大家講 不過這個之後 資料會留給 那個 主辦單位說 到時候 大家可以再 我基本上就是說 它其實 也是 很多裡面的一些原則 都跟社區運造有關 透過 這個設計 跟這個始作的過程 然後 也考慮到之後的這個 這個菜股 這個使用 它的功能 不能只是 單一的種餐 它其實裡面 也要附帶著這種 可以讓居民 可以去做 辦不同的活動 可以有社交的機會 那另外就是說 叫做設計扭板 就不要全部都做滿 你要留一些地方 讓這個 菜園 有未來的成長 一個有空間 或是調整的空間 或是有些新的元素 在過端時間之後 也放進去 讓這個 菜園的發展 是個永續的發展 那當然也有很多這種 比較可以去設計相關 比如說 做 用比較 回收的材料 然後 增加水的庫面 一些少硬體的設施 等等 然後 所以除了這些比較 屬於 平常政府單位 都應該要做的事 之外 他們其實也辦了很多這種活動 讓這個 比如說 有的年度聚餐 所有的P-PASH 更做的 這個 這個 這邊 樂部的 這個居民 都可以 共獻一道菜 做一個事務 共識 這個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面向 第二個面向 第二個面向是 跨部門合作 當然 很多事情是靠 P-PASH Program等的 行程 才能夠 而且它又是 它只是一個 一個 Lineage底下的一個單位而已 那這個時候要 比如說 很多 菜園原圖用地 它其實是在其他部門的 這個 財產上面 那這個時候 就需要做很多 跨部門的工作 甚至 有些技術上的一些 需求等等 它其實 P-PASH Program 本身 其實沒有辦法去 滿足 這種各式各樣的需求 好 那 其實可以再從這個 目前西雅圖的這個 社區委員會 它所在的這個 土地的全數 就可以看得出 那個跨部會是一個 多重要的一個工作 那譬如說 它其實大部分的土地 這個是大概兩年前的一個 土地 所以大概有 將近百分之三十的這個土地 全部是在這個公園用地上面 然後有些用地是 就是專門做中菜的使用 那有些是跟其他的 就跟公園裡面其他設施是 是整合在一起的 那當然有 譬如說住宅局的土地 就剛才我講那個 公宅的用地 然後也有一些私人的土地 透過個合約的方式 來使用 林理局本身也用了一些土地 那這方面比較沒有問題 那另外還有 譬如說教會 交通局 有些道路用地 那個 那個 因為那個地形關係很多 道路沒有 真正做開發使用 可是 所以可能交通局 擁有非常多的土地 等等 所以這些都需要 透過跨部會的這個 合作 才有辦法來推動 那這個跨部會的 跨部門的這種合作 其實也就是說 當然大家都知道 不是那麼容易 那很多是需要時間去慢慢去溝通去累積 所以剛開始也不是那麼的順利 那 你現在看到 就是在 這個 這個是屬於 用地是在公園 去用地上面的社區人 那 所以你看到 比較早其實 案例非常的少 那 七年代為什麼看起來很多 其實它是後來才變成公園用地 它一剛開始也不是公園用地 那可是它剛開始的時候 剛好是七年代 不過它們是後來 才由 譬如說可能 政府給予算 把這個地 給滿下來 然後做公園用地使用 才變成公園用地來管理 不過你可以看到說 其實大部分 至少一半以上 就是兩千年之後 所以公園用地 才對整 這個設計 採取一個 比較開放的一個 開放 那 早期它也是確實 就是說 公園用地 公園用地 作為 菜股石油 它其實是有公共資源的石油化 那 這個概念其實非常難突破 一直到最值得頂 一方面也是因為 私人負擔財政的問題 它預算不錯 那 很多的這種公園 它其實 需要更多社區來認養 然後 這樣的話 公園局就不用負擔太多的 這個 維護費 這個時候 他們就覺得說 社區菜股是一個可以合作的對象 因為它可以減低這種維護 這個 進展的需求 那 他就把 這時候公園局就開始 對社區菜股 用比較正面的一個 態度 來看 所以 大概這幾年很多 幾乎我所看到的公園的案例裡面 就是新興的公園的案例裡面 幾乎都有社區人 那一方面也是因為 在 一開始的規劃跟社區 設計過程 因為它是透過民眾參與的方式來進行 所以它一剛開始在做Program的時候 社區居民就要求說 我們不要在這個地方設置一個社區人 所以基本上也是 回到我剛剛有講 它基本上還是一個留下而上的過程 不是說公園區 它覺得說 它要在這個地方設有公園 它需要有社區人 就會有社區人 基本上還是回應當地居民 這樣的需求 然後這裡面其實有一些案例非常有趣 就是說 比如說像這個 頂坡公園 Summit Store Park 它其實面積非常的小 那這個時候 他們當時在做社區參與的時候 因為它 所在這個社區 它相對是 人口味度比較高 所以大部分人都住在公園裡面 都沒辦法去他後院種菜等等 所以種菜變成是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需求 然後一剛開始在這個 參與社區的過程裡面 也被當地社區距離給提出 可是它這個用地實在是非常 實在是太小 大概 0.25 然後 所以你如果在這麼小的一個空間裡面 你再把它做分割的話 比如說你上面這塊做圓坡 下面做公園 就很難使用 就公園 就來用公園覺得公園實在太小了 那來種菜就覺得說它種菜面積不夠 後來就有一個方式 就是他們聘了一個 一個請問社區公公司 然後來從設計上來解決這個問題 他們的一個做法是 就把圓坡跟公園 全部把它結合在一起 然後譬如說 譬如說 譬如說 它就沒有說 這邊一塊是菜圓 然後這邊也是公園 你現在看到比較深色的部分 基本上就是菜圃坡 然後 比較淺色是草皮 然後 白色是硬土面 然後 所以它的這個 走到這個公園一般的 可以使用的空間 基本上是交錯在這個菜圃裡面 菜圃變成是一個公園 好像可以觀賞的一個對象 所以非常有趣 這個是最近的一些照片 所以有人在這邊做日光浴 然後旁邊就有人在那裡走菜 然後這個菜園的這個動線 這個走道等等 所有人都可以走進去 它是完全是開放的一個狀態 然後就有人就坐在旁邊 所以所有小朋友就可以走進去看 然後 然後 甚至他們那時候還有 那種 六花板的這種 機上的團體 去爭取一個小空間 所以它這個小 這個公園體積非常小 業績非常小 可是它這個 裡面的使用非常的多 然後 另外就是說 這個工具 工具 那因為 基本上 就是說 社區域裡面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可是在這個過程 就是說 在一般 就是說 因為它是公園用地 一般公園局的做法 是說 它所有東西 它要全部都要它自己 至少要交給專業團隊 來設計施工 因為它有安全上要求等等 那不是從這個 批判所考驗的角度 它覺得說 批判就是菜園 如果可以盡量讓民眾來動手做 是越好 就我剛才講說 你動手做的時候 你對一個 一方才會有情感 所以 這幾年 公園局也開始接受說 公園裡面的一些 設施物 可以讓民眾自己來蓋 那這個工具 就是一個 一個例子 所以這個是距離自己做的 可是你看它做的品質也是不要 OK 所以剛剛看的是一個比較小案例 那這個是 最近也是一個比較 面積比較大的案例 甚至應該是比那個 施物成本更大 它其實原本是 市政府的人出那個苗湖 那後來這個苗湖 會搬到另外一個地方 那這個地方就釋放出來 做 墮圖的使用 裡面有一些自然的 一個棲地 然後一部分也是做 這個 原本來做實用 那也是因為 在整個軍力參與的過程裡面 當地軍力提出說 抗運區 好像有了 種菜的地方 正時候 公園局才有的會議 公園局在早上 P-Patch Program 然後兩邊合作 來說 這個案子要去推動 然後 之後才會有這種 比較綜合型的 這個實用出現 那這是一個它的 就是原本部分 這個有市地 然後一些教育的 一些設施等等 所以那個是 我剛才講的是 跨部門的合作 那接下來來談這個 跟民間怎麼去做建議 就是說 因為大家也了解說 其實 公務門其實 可以做的事情是有限的 就是把作動 就是做好 然後民眾來收成 是完全不可能的 然後 所以這個時候 用一個什麼機制 去分民間 來做什麼樣子 甚至是 比如說 某個制度上 怎麼設計一套 遊戲規則 是某個制度上 可以去 獎勵或鼓勵民眾 來 扮演更積極的一個 一個角色 那夏圖有一個 在林旅局底下 有一個 已經 行之多年的一個機制 叫做 社區媒的補助 就是 那這個機制 那這個機制 原本一剛開始設計 也不是完全 要給社區的補助 來做使用 後來社區的補助 變成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 補助的一個對象 那這個計劃裡面 其實它又分成好幾個階段 比如說 它其實是用設造的一個 改靈能推 比如說 一些社區 它剛開始能力 不是那麼足夠 它先申請一個 我們叫做 小火花 這個計劃 就開始 透過一些半天活動 開始有這個火花出現 開始在社區裡 來回動 然後之後 有個比較 金額稍微大一點 我們叫做 小六簡單 不過我們社區 都叫做它其實小又複雜 因為跟政府單位 溝通通常都 不可能太簡單 然後以這個 之後 通常社區會用這個經費 然後來找專業團隊進來 做一些簡單的設計 或者是辦那種 設計的工作坊 然後把這個設計給做出來 然後等於設計做出來之後 再回去再申請所謂的這種大型計劃 這個大型計劃 這個大型計劃 主要就是來做實作 材料 那個 請這個包包等等 然後另外也就有這個指數的工作 所以這個機制 雖然不是針對社區人物來做設計 然後後來發展變成一個社區人物 可以非常好利用的一個機制 就透過這個程序來 一步步然後設計到 足夠的計劃 那這個計劃另外一個 機制裡面 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面向 就是說它是一個媒合機制 就是說政府出一半 民間出一半 它是一個總的相配合 那可是民間這部分 比較有錢的社區 你當然你自己去募管 然後你就有人力來爭取這個計劃 那比較貧窮的社區 市政府其實也沒有硬性要求說 你一定要提供這個金錢上的配合 你如果可以透過自公的這個時數 譬如說你在像西亞圖最低勞工 那個薪水是每個小時15塊 所以你如果可以 如果可以去動員100的 然後來勞動10個小時 那你就可以申請到這個計劃 所以對民主比較弱勢的組織 社區來講 它這個沒有變成一個主案 那透過這個機制 所營造出來的案例其實非常多 那這個Brander Goddess Park 是一個比較特別的一個案例 說那個時候 其實這個菜園其實成立有一段時間 可是後來市政府想把這塊地給收回去 它其實把想 它原本是都使用這個分區裡面是公用地 可是它因為這個土地 就是說有這個西亞圖這個大康天際線 所以它市價其實可以賣得非常好 所以市政府想把這個地賣出去 後來社區居民跟當地種菜的這些居民 他們就聯合起來去跟市議會來爭取 看能不能把這個地給保留下來 所以他們那時候其實都跟英里區申請到一筆經費 然後來做這個整區的這個公園規劃 然後後來有一個比較完整的公園規劃 之後他們成功地說服這個市議會 然後把這個地給保留下來做公園的開庭 所以那個菜園就是在這一部分 然後其他公園設施也是三年代表的這個教育 然後甚至它連那個兒童遊戲場還把設計產像農場一樣 都是農耕嘛 然後用一些農具等等做一些裝飾器 這個設計 然後我剛才講到說 就是說公園設計園埔要盡量避免太單一的這個使用 所以這個公園裡面它其實包容非常多各種不同 你在公園裡面可以看到的一些實用的房間 比如說打籃球的地方 然後一剛開始的時候 也是很多一間不一樣的地方 比如說中菜人他覺得說 你打籃球的球如果不小心跑到我的菜園裡面怎麼辦 然後把我菜園壓壞 那後來他們就有個妥協 就是有一個柵欄 有一個這個透唇 穿透性的 所以還是可以看過去 不會造成安全上的問題 然後他旁邊又做一個 馬賽克的椅子的這個處理 然後他們後來發現是說 其實這種多文系的時候 其實對菜園來講 是一個非常正面的這樣事情 比如說小朋友那個 爸爸媽媽他就可以帶小朋友來 然後小朋友在那裡玩球 然後爸媽也在後面中餐 他變成是一個家庭妻子 然後另外說他在整個過程裡面 因為他有這個媒合的機制 然後社區裡面需要找到更多的資本 然後來爭取這個配合 所以當時這個社區裡面有很多藝術家 他們會去藝術家來做這個 各式各樣的藝術的裝置 然後甚至是 就是說去找專業團隊一起來合作 把原本這個 一體的設施 把改建變成一個可以開會工作 然後做儲藏工具的地方 甚至還有一個公共廁所 然後這個公共廁所 其實有個很特別的地方 是他牆壁上很多 很漂亮的這個三個 那這個都是居民他自己做的 那多年前那個 那時候下午有個公共廁所的排行榜 那這個是排行榜裡面唯一公園的廁所 所以大家一般對公園廁所 都有一個比較不好的影響 那可是他這個做實在太漂亮 就是多年下來 一直都沒有被人破壞 然後因為他這個 因為有社區原譜 所以常常都有人在那邊清清楚楚 然後那些種菜的人 他其實也幫忙 幫忙維護這個廁所 所以他其實變成一個很好的 公園跟社區產品 共生的一個案例 然後另外 其實公共案例非常多 那我今天時間有限 我就調整個案例來講 那另外一個案例 有序案例也是 透過社區每人機 是所營造出來的案例 是有一個地方叫做 天上的社區原譜 那這個社區原譜 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他是設在一個 立體體車廠的頂樓 那一般立體車廠的頂樓 是比較少的 因為是鐵 因為太陽日曬 然後又 你要坐電梯或什麼 要爬耳梯 就比較麻煩 所以通常 最上那層是沒有在鐵 然後那個時候 居民 居民 想要 派遞一個菜 然後就找了 Page Program Page Program 就開始幫他們 來評估哪個地標 後來發現說 這個體車廠 其實在過幾年 就要改建 然後 屋頂使用狀況也不是很好 所以 後來就 爭取到 然後 那個 停車管理單位 的許可 然後 然後找 關鍵務司 剛好是我 兩個人 以前的一個學生 然後 我們在課堂上 就講很多種 種族種類方面的 一些課題 所以他們就 拿到這個案子 然後就做 要這樣的一個規劃 這些都是 個人的一個 這個規劃 然後中間有一個 公共的一個地方 然後 後來就變成 這個下午第一處 這種 停車場 上面有 設了 聲訊人物的一個案 然後 然後後來就 變成美國一個 還蠻帥 蠻紅洞的一個案子 那 後來還得到我們 華盛頓州 那個 那個年度的 警官設計的首獎 非常特別的一個 那 這是從 那屋頂上 看那個 Downtown 市中心的 天際線 就非常 即使你沒有去仲裁 你也可以去 用這個地方 然後享受 在都市裡面 體育的生活 這種 印象 然後因為他是 停車場 所以他們 這種案子裡面 其實有很多社區的創意 因為他是 遊客的 所以社區 在參與這種 社區獲勢裡面 他其實有很多 他自己的一些小伴 所以他們那時候 在做設計的時候 社區區就提出說 因為這是一個停車場 我們應該以 汽車來當作一個主題 就好像我們之前的案例 是以農場作為主題 那這個地方 要跟他們不一樣 所以我們要拿汽車做主題 所以他們就用了這個 叫做Trailer 就是他那個 旅遊的那種車 請那個掛在車上 然後你就可以到處去 地方給你住 然後你車上 那這個車就變成一個 他們的辦公室 跟工具 可以促上的地方 甚至他們去跟 附近居民去 募了一台那種 沒有要用的車 然後 當成一種裝置藝術 我們就在裡面 種各式各樣的 食物 然後 在過程裡面也很有趣 就是說 因為後來 很多人知道有這件事情 然後還有這種 我專門修車的 做管經的修車行 他們就跟他說 你這個車子有點太醜 我放在那個 屋頂上面是有點 這個社區好像有點臉上無光 所以他們就特別做烤漆 要做這種很炫的 不同光纖照的時候 會有不同的顏色出來 這種特別的烤漆 然後上面有這個 下圖廠有的 那個Jimmy Hendrix 歌手還有歌詞 跟這個人就不有關係 他變成一個 社區的一個 集體的一個藝術創作 所以菜園裡面 其實有很多 很有趣的事情 可以發生 不只做菜 那我再講另外一個案例 這也是我非常喜歡的這個案例 那這個案例也是 透過社區盒 進行所運作出來的 這個案例叫做 這個蜜蜂原埔 這個BGAR 那原埔其實本來就有了 那後來是有這個 這位高中生 他去 他就住在這附近 然後他去跟這個 引力局申請 提出一個Proposal 他說 因為前幾年這種蜜蜂 就是說消失 然後 這個 擴充的問題 非常的嚴重 然後也有一些電影 都拍電影等等 然後他就覺得說 我們要在城市裡面 來養蜜蜂 他就申請了一個經費 然後 請建築師幫他設計 這個養蜂的這個 建構物 然後 讓這個 養蜜蜂這個事情 變成是非常有趣味 有教育性 這件事 然後剛好就在菜園 所以他可以跟菜園做一個聯繫 然後 所以這是養蜂的 那種養蜂的 所以有些教育的活動可以在這裡 舉行 然後大家也帶小朋友 等等 認識養蜂的這件事情 然後還有一個戶外的這個 教學空間 戶外教室 可以做這種教學的這個活動 然後 生的也可以辦活動 所以當這邊他們有活動的時候 就變成一個社區空間 然後 你沒有來種菜的人 也可以來享用這個活動 然後這個 種的這些東西 基本上 有附帶有這種觀賞的價值 他其實是一個多元的一個使用 那當這個菜園多元的使用的時候 他其實 一般我們說 民眾對菜園的批評 自然會變得比較少 他會覺得說 他這個 即使他沒有去種菜 他也可以去享用這樣的活動 所以他的好處在這裡 然後這個是那個開戶的當天 就所有人都把 都打扮成一口 OK 好 然後接下來我們來談 就是說 除了媒合之外 政府用個機制來鼓勵民間 來做 來參與 然後給他一些優因等等 幫助特別是一些 比較弱勢的一些社區 讓他有一些 基本的資源 當然就是通過這個機制 來這個活動社區裡面的一些能力 以及網絡等等 然後另外就是說 其實有 就是說 民間團體的角色其實是非常多的 有些是負責實際菜園的推動 然後有些其實是要負責這種技術上的一些資源 然後這種 譬如說 要去 提倡推廣 遊說的這種團體 然後 有些甚至是可以幫我們做一種設計 政策演練 然後有些是做就業訓練 然後再進行學校 不同的團體其實可以歡迎不同的角色 那 有這些團體之後 你就不用在一個社區裡面 要同時去複製這麼多的這種能力 這個資源 那很多團體它其實服務對象是整個西亞主事 或是任大的讀文區 所以它 然後他們可以扮演不同的角色 那其中 我就挑幾個團體來講 那這個團體其實 它角色非常重 它基本上就是有點像是那種 工部門的那個外圍組織 那就是說 T-Patch Program 它受限於它工部門的一些體制上 這些限制它沒辦法做的事情 基本上都是由這個World的組織來負責 那World的前身 它其實最剛開始的是 它其實是一個社區略譜自由會 那就是一些喜好社區略譜 部署根的一些人 然後串聯起來 然後去遊說市政府 所以很多的這種制度 甚至土地取得 都是因為這個自由會的這個運作 去跟市政府整合來 然後後來他們覺得 那個土地取得非常重要 所以他們成立一個土地信託的這個團體 然後一直到最近他覺得說 信託它其實只是 其中一部分的一個議題 其實有很多事情需要做 所以它又回到 你不要幫我翻新的一個組織一下 它的主要的工作有這些 譬如說它去推廣提倡 把這個議題 讓一般的居民 有市民可以去接受 去獲得 他一方面也幫我們去 證據土地去取得 人才推訓 然後特別支持一些 表記受惠的原油等等 工具總值分享 然後財務援助 譬如說有些小團體 譬如說有些小團體 它沒辦法去做這個會計的動作 然後Grow它就幫你出會計的動作 你就不用去負責 花太多心思去處理財務 譬如說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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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群的股助基金 既然你要有的團體去負責財務 他們就可以來做這件事情 然後他們也有報刊 然後有一個比較特別的 是有責任險的蛋保 就你如果每個社區 每一塊財務 都要去找保險公司 然後簽個合約 那個要花的能力非常的龐大 那他們就有個 像一個同胞 一個整套的責任險 他就幫所有的 西雅圖市的財務 跟保險公司簽個合約 就所有的地 都包含在這個能力裡面 那就相對這個能力的 這個消耗都比較少 那我剛剛也講過這個財務代理 所以他們扮演角色 是非常的重要 然後甚至還有說那個 西雅圖的社群圖 基本上就是說那個 一般的社群圖 那個來種菜的 他其實就是要付一點點的 這種管理費 你就可以來登記 那這個管理費主要 使用在索費 或其他這種 比較基本的一個消費 那很多事情是需要自工來做 所以你來登記做 來種菜 基本上你要同意說 你一年要有多少個小時 是要來當自工 那這個時候 這個要登記的這個行為 那這個登記行為其實 要用的能力非常的大 那私人的批牌 沒辦法去負擔這樣的一個動作 所以這個時候就靠那個 Grow的自工 來幫忙做這個登記 key in 這個動作 那比如說 假設一千個人 那在這個登記的更多 如果找一百個自工 那更加負擔十個 那另外一個團體是叫做西亞裏更座 那這個團體性質又不太一樣 它其實主要是在推廣 課時的更座 就在都市面 說不要只是種這種 課長型的職務 也推廣這種 課時地勤的這種推動 那所以他們有很多 教育性的這種program 是譬如上課程的設計等等 然後一般的民眾可以來上課 所以譬如課程 他們有這對兒童的兒童 教育的課程 暑假這種夏立民等等 然後他們有做社區廚房 然後比較特別說 有一個叫原補熱線 就是一般人 比如說你在種東西的時候 突然遇到一個困難 或是說被寵害等等 你就可以打電話去說 原補熱線 然後就隨時 不知道有沒有二十幾小時 或至少在上班時間 應該都有 隨時機會會幫你 來解答問題 那這個對一般人 據你來講 是一個非常好的資源 然後 這個意想 應該是另外一個 公務原補的這個計畫 就是說它其實 它裡面有個program 是在做實務 說它 它負責去找這個 就是說 來搭建這種 社區的股跟 或是團體之間的一個橋樑 所以他們負責去到處去收菜 那社區的股 種菜的股負責重要 如果去想說 你要捐給誰 要運到哪邊 然後 要怎麼管理 怎麼收藏等等 那他們有個這個公務原補的計畫 會來幫你做這些事情 然後另外還有一些 譬如對肥達的突然專家 等等 然後最後還有一個 青少林原補工作隊 那這個就是在做這個青少林 就業訓練 這樣的工作 然後他們也任養一些地方 做一些示範性的原補的計畫 然後另外一個比較 最近這幾年才開始 就是擴展起來一個團體 叫做City Fruit 叫做城市Sports 那他們一剛開始的時候 是專門在推廣這種 因為其實城市裡面 有非常多的果樹 有些是在私人的土地上 有些在工人用地上 那通常 特別是在工人地的這些Sports 那其實是私人的這個提言也是一樣 就是他採收變成一種問題 那他們就 一方面也是做採收 一方面也是 說教民眾怎麼做國家 怎麼做採收等等 然後這個跟我們 因為後來越來越大 現在是他總共幫這個 下族後援局 任養大概七個 七個點 就起初供養 做自公理念 果樹的這個任養 那供應集團 他就不用去負擔這方面的 這維護 維護的費用 好 然後還有一些團體 他其實就是直接任養 那譬如說 這個國際社區華園 他是在西雅圖國際區 就是以亞裔族群為主的社區 那他也是1970年代開始 那一剛開始 他其實是為了服務這個社區 因為社區裡面有很多這種 比較年長的長輩 他們沒有一個可以去休閒社交的地方 他們就想出一個點子 就來種菜 然後 後來這個地方 就可以長遠達 現在變成是西雅園 市中心面積最大的 菜 除了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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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一般居民就住在這附近 所以他們走下來就可以到這圓口 然後 這個是西雅圖少數 不是在市政府這個體系裡面來運作 它是完全是獨立運作 會跟社區環境來任養 所以他一般西雅圖都會用社區的補置 他是完全開放 任何人都會來生氣 所以他一般西雅圖都會用社區的補置 那他這個圓口比較不一樣 他有一些限制性 因為他想要服務當地的民眾 特別是一些社區裡面的一些長輩 所以他有資格的限制 所以你收藥多少門檻底下 然後年紀人再也有個門檻 那當然 他也是鼓勵一些年輕人也可以進來 所以他會留一些名額 因為一些比較刺利的一些工作 還是需要一些比較年紀輕人的工作 雖然不是說年紀輕人 他疫情就比較大 不過 就是說多一點年紀人其實 也對這些老人 是也有非常好的事情 那剛好這個社區裡面 有很多台灣來的一些表面長的長輩 我們要說做訪談的時候 我認識很多人 像這位中泰男 他其實今年已經八十幾歲 他是去西雅圖之後才開始種菜 以前也從來沒種過菜 他以前是一個小朋友 然後蘇先生也是一個非常特別的經歷 他原本是住在郊區 他每個郊區實在太無聊 他後來就搬到市中心 他剛搬來的時候也沒有認識小朋友 然後我們那時候其實有做一個 用照片做訪談 然後我們就 那時候是主要在研究說 社區裡面的一些設計 那怎麼透過這個原本 會有沒有做個田野調查 那我就請社區居民去拍照 然後透過照片 看到他們說他們比較喜歡的 對他們講的這個社區開放空間 有些什麼樣的元素是比較重要的 那蘇先生很特別 其他人都拍一些這種 花花草草 然後國民體設施等等 蘇先生他拍的都是他的朋友 所以都是他的朋友 所以對他來講 社區原譜 他的朋友都是在原譜裡面交的 那就是這種獨居的老人 到一個新的一個城市 然後透過原譜 開始有他的社會往過 讓他的這個日常生活變得更有趣 然後後來這個社區裡面 開始有更多這種家庭進來 長的一段時間其實是以老人為主的社區 那最近幾年也開始有很多小朋友來 就是有小朋友有家庭 所以他們特別開了一批 來出這個兒童的花菜園 然後還有養肌 小朋友特別喜歡養肌 另外就是說這個 這個任養這個單位 他其實常常會辦活動 然後透過活動來 領居社區人員之間的一些情感 然後也讓這個 當年他為什麼成立這個 菜股的一些故事 透過這種一次一次的活動 把它流傳下去 那所以團體很重要 可是有時候個人也非常重要 特別是那種有特別記憶的這種打輪 然後五下族也有一個 他叫做遼婦 他是那個遼國來的一個 在農耕方面非常有經驗的一個 代表的一位阿貝 那這是我的學生 那我跟他說還在做 那他其實 他是在幫那個郡政府 他其實是眷縫底下的一個公共 然後可能他負責的是這種 都市農耕的這個業務 然後他因為他很多這方面的記憶 而且他可以講各種 很多不同的語言 特別是少數族裔的這些語言 所以他變成是一個很重要的 在很多少數族裔社區裡面 然後當然他們做為公務門 跟社區之間的一個橋樑 或是帶著他們種菜 然後跟不同團體 然後來合作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角色 譬如說我們有個 那邊有個菜谷叫做Maw Farm Maw Farm裡面其實有分好多塊不同 社區類樣的菜谷 那其中他們這個遼婦 就是一個東南亞的一個主義 他們其中有點不快 可是他們這個主義裡面 他其實大部分 英文都不太好 通過遼婦 他其實他就可以跟其他的社區 來溝通 那他們種的方式又特別的奇怪 所以他就會跟別人解釋說 這是一個社區是怎麼回事 然後別人都不會覺得說 都在亂種 然後很多這種不同族裔的這種 能夠組成社區裡面 他其實很多衝突很多爭執 那這個時候 給我服務的一個人的角色 他可以扮演這種衝突的化解 所以這種個人的角色 其實也是非常重要的 是輪迴的故事 另外就是說 他也有在校園的這種菜谷裡面 來幫忙 就是帶小朋友來種菜 所以他有時候 他會去上課 就是說 不是每個學校都有這種 農耕的打輪 那可是如果他 像姚富這樣的人 他每個禮拜 他可以去輪流 有在不同學校裡面 叫小朋友去種菜 所以他扮演角色也是非常重要 OK 然後他們這個小學 又特別重視這塊 所以他們有個 有個互玩的 這個比較辦互來的一個教室 甚至還可以 這個 種出來這些收成的一些書 還可以拿出來義賣 然後可以募還 然後來幫忙一些學校裡面 有辦活動啊等等 一些消費 好 那還有兩個面向 那下一個面向是 那個專業的資源 那 所以除了民間團體之外 都是專業團體 也是非常重要 特別是警官建築師 那我們下部有個 非常有名的警官建築師 叫做那個John Barber 那他 之所以會有名 就是他 對設計 都市農園 社區菜股 這個方面 非常有經驗 包括之前我講這個 Brandon Collins Park 那時候就是他 他幫忙社區設計 做了這個 這個慢生態 他也是我們 我們 系的系列 所以我特別 先稍微打一下 然後另外像 頂坡公園 也是有設計者參與 然後讓這個公園 雖然面積很小 可是他有個 比較特別的設計 讓這菜股 可以跟其他公園的 這個設施 元素等等 可以融合在一起 那這是一個 另外一個很有趣的案例 這也是 Barker 事務所他們所做的 然後這個地方叫做 Botten Stream Pipage 那這個 地點比較特別的地方 是說 他其實 他公園裡 他這個園 他其實這塊地 是最近才開地 當作社區園 然後他地上 其實有一棵 這個 樹 那個Burch 白黃 白黃樹 然後 他樹形長得非常漂亮 那可是在一個園埔裡面 如果有樹 其實他其實會擋不到那個日照 所以這個議題變成是 社區裡面其實很多 在想要來仲裁裡面其實 意見很多 那這個時候 其實警官見聞師可以 辦理角色就是 就是說他可以把 不同的方案 也做出來 甚至包括配置上 也可以有不同的方案 整個來體決 這個樹的問題 然後 通道要怎麼去畫 才讓整個 社區的 他的公共性可以增強 然後裡面可以融入 這些活動等等 那所以Barkin那時候 就提出這十個方案 最後他們選出的 就有點難 基本上就是這個方案 一個放射性的方案 那放射性的方案 一個好處是 所有的通道 最後都回到這個白黃樹 那白黃樹 變成一個 是一個公共空間 那 所有的菜股都會這邊特 所以日照就不會造成太大的問題 然後白黃樹底下 就變成一個 大家可以在這邊演餐 聚會 這個地方 然後 旁邊還有可以烤披薩 然後 另外一個比較特別一點 就是說 因為Barker John Barker 還是非常入境 他知道說 居民參與的重要性 就是說 你要留一點東西給居民來做 不要設計師把所有的東西都給你做 所以他基本上 他其實是把這個配置給做出來而已 就實際去把公園做實作 然後 但整地他沒有做 可是真正做實作的那部分 其實是距離自己來動手做 包括去搭建這個月長舞台的這個 部的一個平台 然後 走到旁邊的這個 一些比較細部的一些設計 然後 還有社區裡面 有些藝術家 他來做一些比較裝飾的一些設計等等 所以很多這種小的空間 變得非常有趣味 因為他們是 這個是社區區裡 是讓自己用他們自己的想像力 來做出來 所以他那個質感非常不一樣 有感覺你就正來到一個社區裡面 就是一個來到一個被設計出來的一個工具 然後 我幾乎每次去都有新的東西 它一直不斷在變 它是一個很活的一個空間 然後有些其實剛好遇到那個 那個藝術家他正在完成 他的電話裡做 這個是我 我常會帶我兒子跟我一起跑體驗 因為 特別是做那種社區的 很多大型小朋友都會帶出去 所以這後來有看他們做的 原來有點像愛瑞士公的陷阱 然後因為他這個菜籽是放射狀 有點像蜘蛛網 所以他們就又做了一個蜘蛛 然後非常逼真 有點嚇唬 你如果不知道的話 突然看到這隻 是有點心臟需要好一點 好 這個是他們有一個看板 就是他們所有的活動 他們就有一個照片做個經驗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從一開始的這種整理 然後測量 然後去這個 一些勞動的一些工作 然後到後來 譬如說辦活動 種菜等等 就每一個動作都由社區去參與 這具面參與其實非常重要 就是說 這個時候其實專業的團隊 也有他一定的角色 所以他去 他提供 讓區域的意見 可以去折衷 可以去整合這個評論 然後另外就是說 其實有些社區 他其實相對比較弱勢一點 他沒有足夠的能力 來做一些比較初衷的一些動作 然後這個時候其實 學校是可以辦理一個一個角色 特別是這種建築系的學生 或警官建築系的學生 那剛才介姐也有提到一些案例 那這個是在胡錦培社區發言裡面 我們學校的這個 建築系的學生 老師跟學生 他們大概每一兩年 去幫社區整個設計 那這個是在做一個戶外 辦戶外的一個社區廚房 因為社區 他們其實有很久一段時間 他們常會辦活動 甚至於會在煮飯 可是沒有一個比較好的環境 設備 然後他們就跟 就去合作 這是後來做出來的一個樣子 他其實設計非常特別 就是說他這個 這個板子 就是說因為下爐上的下爐 所以他平衡的時候是關著 就是鎖著 所以裡面的器材就比較安全 打開的時候 他就變成一個 可以遮雨的一個遮雨 然後接下來就可以擺坐式 那天是要擺一個木板參觀 那這個 這一系列的活動其實是大概 1991年開始 剛開始是有位建築系學生 他去做個畢業設計 後來把他老師給拉進去 後來越坐越大 還有坐樓梯 後來還有戶外的一個教室 是每兩年來做的最多 十三個戶外教室 然後還可以有這個戶外的唱會 在這邊包成 所以他這個菜活動非常的多 然後剛才那個畢肯食物森林 這個戶外教室也是我們系的這個 建築系學生區 一幫我們在 然後就當他們一開始的時候 有個社區可以去聚會的一個地方 然後有報告欄 然後有些比較有趣的 有很多的設計等等 然後當然這個 食物森林 雖然說那個森林還沒有長出來 房子先長出來 可是他至少有一個社區可以去聚集的地方 讓這個地方 食物森林可以開始去 聚聚一些人氣 好 那最後一個面向 那時間不多 那政策很廢話 這其實除了一些不同單位的一些 比較平常日常式的這個 事務性的這種執行之外 其實還需要有一些上位的政策 來讓這些事情可以在統一回到上面來進行 那甚至是一些法令上的一些修改 或者是用法規上的一些送綁等等 是需要有一些比較角色性 比如在司機會的層級 甚至是市長的層級 有這種他們的一個 就有上面帶頭的一個方式 然後讓一些事情可以比較順利來進行 那這幾年其實 有關都市務森林方面的一些事務的推動 基本上是在因為有2008年 或者2008年之前這幾年 民間團體遊說市議會 然後再同遊市議會來組成一個小組 然後來擬定一個政策百明書 那政策百明書李彥 這是一個比較簡單的版本 那李彥譬說他有幾個比較具體的一個措施 我剛才回饋一下 他基本上是要去回應這種在地糧食的議題 然後在地糧食裡面其實面向非常多 然後社區也是其中的部分 那OK 所以大概有這幾個面向 就是說他在武漢州有所謂的這種 公餘綠地特別稅裡面 增加200萬美金的經費來做社區 那或許在這種公餘綠地的經費裡面 是完全看不到社區人的這個項目 可是他有一個政策的確定之後 可以把這個編列進去 然後譬如說把4、1秒5變成 長一半看到那個很難 然後有個虛偽性的一個量子政策文匯 因為下路市只是整個大部分 會去其中一個城市而已 那很多議題其實是需要 在不同城市之間的合作 比如說比較有農地的 有些食物來源 尤其是靠下路附近的一些 那個城市或者是小村地區 然後把這個通路給建立起來 然後另外說還有一些 這個我等一下如果帶回去 我會帶大家詳細來看 然後農機轉移 適用於這個農民市集 跟這個農場 來保護這個農民跟這些農場 然後在 這很重要 就在獨立社會區的這個法規裡面 將車序員工 視為是一個正當的使用的項目 所以它有一個法律的基礎 等等 然後有些獎勵措施 然後在這個政策執行裡面 其實背後也有很多的研究 就是說如果我在西亞里 如果要推動社區人員圖 都市人員圖 還有哪些地理可以拿出來用 這個時候他們委託我們 西德維威博士生 做了一個研究 做一個統計 來看西亞里到底有哪些地方 可以擴展社區人圖 當時也是社區域遇到一個困難 就是說 排隊的非常多 量不夠 有些甚至你要排隊排長兩年 才等得到 那 那種 或一般城市的流動 非常大 可能兩年 或者不知道搬到哪去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所以這個也是政策背後 其實我們也是 為了要因應這方面的需求 所以那時候我們有看到學校用地 有公園用地 那公園的歷史佔一大部分 還有一些限制的一些 私有地 還有這個通標用地等等 要做的 然後 發現說其實公園是一個非常有效的 可以去設置 成為不適原埔的一個地方 基本上 原埔跟公園其他設施 在29上 已經有公園程度的包補性 然後 然後 公園土地也相對是比較穩定 他不會馬 一下子被 所蓋房子 做解壓制 等等 所以因為有這些等等元素 所以 這幾年其實 我剛才也有稍微提到說 其實 公園用地是 剩下的發展 社區裡面 有非常重要的一個範疇 然後 那時候有個特別稅 總共有 項目非常多 然後有 邊的大概兩百萬出來 那這兩百萬其實 後來他們覺得說 如果 那些項目的土地 也是非常地 非常貴 如果把這個 拿來做土地的 購買的話 其實非常的浪費 後來就想說 他 比如說 把這個錢放在道工上 就用別人來寄有那些公園地 特別是公園用地 那 然後 在新的 這個 這個機會其實也支持 新的公園的設置 那 在新的公園的設置過程裡面 我剛才也稍微講到說 其實 在牛餐園的過程裡面 很多 社區都主動提出來 要做社區 所以 除了這兩百萬之外 其實有其他更多的 金錢 金費 是投入在社區園園的設置上 所以 這是一些新的園園 在這個計劃底下 這是一個六年的計劃 然後還有一些制度的收綁 譬如說 這個我剛才講到 在土地中分區裡 把都市農園跟社區園園 然後歸納進去 然後還有很多 我們那時候有個規定說 每家每戶怎樣 三隻雞 快把它增加到八隻 不知道這個 什麼計算出來 不過至少是 真 真備 然後 最重要的法律 那個法律的收綁 其實是 讓 其實當時已經有很多民眾 在這個 大屋旁邊已經開始 在種產 那我知道說 這個議題其實在台北 之前有很多的證明 而在西亞園園 很多民眾已經開始在做 後來真的有個法律的一個鬆綁 就是 市政府交足於 這認定是一個合法的一件事情 只要你 事先有跟市政府登記 就可以 然後有些 基本上沒錢要求的等等 所以現在 像我的社區 這是我社區 我住的 我家附近的一些 街道 你走在路上 也走到 走在鄉間那種感覺 就真的是變成一個田園城市 然後 原本這種 有時候沒有照顧這些 街道旁邊的土地 就開始擁有在那邊做東西 然後 你走在路上 就平常走在路上其實很單調 大部分都是只有草 那現在走在路上 然後你走到一個花園 那一個農場 那種感覺 然後你去看說 這個很重什麼 那個很重什麼 甚至有 把它當成那種農場 一樣 再跟著做 我還看過 有一種 還有把那個農膜 塑膠膜 都把它套上去 這樣 OK 所以我以上大概就這六個面向 然後把這個西亞圖的這個 其實做一個簡單的一個介紹 那我希望說有 回到我被賦予的這個任務 然後 最後我其實有幾項 我歸納成幾項建議 那第一點就是其實 西亞圖比較成功的部分就是說 他國務門所扮演的角色 基本上是一個輔導的一個角色 然後有時候也是一個 非常積極的一個輔導的角色 然後他特別刻意的去 避免讓他自己變成一個主導的角色 所以輔導歸主導是一個 西亞圖這個機制的一個特點 那最重要就是說 因為你種菜的人還是社區要你種 所以社區你要動起來之後 然後這個菜人才是一個成功的 那這個天人城市 才會變成一個成功的一個政策 所以這個輔導的工作非常重要 然後另外就是說他其實 就早期當然是有些案例開始慢慢出來 然後有案例出來之後 才會慢慢的 就大部分的市民才會開始去接受 這樣的一個 做菜的這樣一件事情 然後另外就是說 很多新的這種類型 譬如說要把去整合 去把菜園、原部跟公園 做個充分的一個整合 這時候如果有一些 比較示範型的案例出現的話 其實會讓後來的工作 變得好做 譬如說我剛才看到這個 Summit Store Park的案例 公園跟菜園有充分的一個整合 後來就變成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案例 那就會避免那種 就是菜園跟公園之間的那種 二園式的那種對立 把它劃清掉 譬如說菜園公園裡面 其實也可以有菜園 甚至後來也影響到菜園的規劃 就是社區園補 就是早期社區園補 它其實我剛才講說 那種單一性的價值 現象比較多 那後來也是因為有 跟公園這種混雜 這種過程 這種合作的過程 很多菜園也開始 這種公園化的一種趨勢 菜園多一些 大家可以公共去使用的一些設施 小朋友遊戲場等等 都開始在這個菜園裡面出現 所以這個時候也需要有些案例出現 才可以讓一般民眾 可以來了解這事做得到 那另外就是說 我剛才剛才講說那個網絡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要把它的網絡給建構起來 那我覺得說這個是 如果台北市要推動的 平衡城市 其實台北市有非常多的團體 他們在農業的知識上 其實可以幫忙 那我覺得 在這一階段的工作 就是要把這些組織 給拉進來 把這個網絡給建構起來 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 那基本上就是 我覺得要避免跟農業造居的 像是一件事件發生 因為 社群人工它其實是一個 整合性非常強的一個工作 其實任何社群工作都是這樣子 那它需要有些專業團體的進入 有些農業知識團體的進入 有不同單位的參與等等 那 所以我覺得 如果就是說 有一件事情特意要去注重 就是要去避免造居的狀況出現 那所有的單位 所有的團體 它都可以是變成的 很好的一個合作 和破壞 那 越多人的參與 它其實 但是就是說 你要去設計上的過程 每個團體的定位 要把它搞清楚一點 就不是所有事情 都要大幅要坐下一起去做 那每個團體它其實都有 它自己的定位所在 那 可是當 就當不同的團體知道 它定位的時候 事情 也相對會變得比較好 那這是 就是我 根據西雅圖的一個經驗 能夠 對台北 接下來要推展 田園城市 這個政策的一些建議 那最後 我想講一件事情 就是我昨天去那個景安 那個屋領菜園 不知道 應該有些人知道 是在那個永華街外面 那 這個其實就是大概 一個非常小的一個地方 大概 區域耕作的大概 就12個人而已 然後 然後他們每個人就分成這樣 幾塊 菜園 那比較有趣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昨天去訪問 這些 他們自稱為農夫 他們都自己教自己的農夫 那 他們其實以前都沒有種過菜 他們都是去參加之後 才開始 中餐 然後他們是因為有上課 然後才點燃了他們這個 對中餐的一個興趣 和熱情 那像 這兩位 中間這位 他其實才 他其實才第二年中 才中第二期 他已經非常 動作非常熟練 那這位 太太他才第一年中 可是他已經可以講出 一大套的這個 哲學跟原理 非常的 非常的有趣 然後 然後 他們之前也互相不認識 他們也是因為有這個菜圖 所以才有這個認識的機會 所以光是這個菜圖 它其實結合非常多的這種 可以社區 可以當這個社區 裡面的距離生活的更多元 然後讓這種城市生活 跟農村的這種體系 可以更有結合 那像這位太太 他其實是開那個 有機食品店 他也是因為這樣 所以他才認識這個 對這個事情感興趣 而之前也沒有中過菜 所以我覺得那個 像這列的案例 其實他剛開始的所需要的 這個資本非常的少 給他所製造出來的這個 我們社會型格 還有價值 是其實有時候 很興趣用這個 金錢去拿來的 那 我今天就 就講到這邊 那我希望說 以上的謝謝 西雅圖的這些經驗推演之後 各個舉出 在推動我們 天文城市跟社區委員會 有些勉強幫助 那各位的責任 我覺得非常的大 那如果日後還有機會 對他為了這個 大家有更多的效果 謝謝